来关注南台湾的南高平 今天的确诊数都创下单日新高 尤其在高雄来到了257例 市长陈其迈上午在议会总质询 接到了卫生局长来电 临时告假取消行程 直奔市府参加防疫会议 他解释不只是疫情 加上3加4的资格新制上路 高雄将会有5300多人解隔离 担心民众不清楚状况 才会特别请假 跟内部团队沿拟相关措施 市长请离席去处理更重要的疫情 高雄市议会总质询进行到一半 市长陈其迈临时告假 因为刚才黄局长打电话 说要跟市长开一下会 原来是卫生局长黄志忠 紧急来电要开会 一通电话陈其迈把原定的 媒体联访也取消 快速离开会场参加防疫会议 特别感谢我们议员的跟议会 今天高雄市是257例 高雄疫情在创新高公布的足迹 几乎是酒店酒吧等高风险场域 另外在左营的哈喽市场也爆发6人染疫 目前感染源不明 摊位的还有接触 还有在货运上面 那我们目前尽力在作源 疫情升温加上3加4性质上路 高雄将有5300多人要解隔离 担心民众不清楚 趁其迈才会临时请假 和防疫团队沿理相关措施 至于外界最关心的就是快篩数量到底够不够 要解隔大概要增加一个人5只 这样算一算大概要3万多只 在第一时间就配吧出去 中央也有拨补一些试剂 强调快篩数量足够 请民众不用担心 另外在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 接下来将有3万剂的快篩会到货 我们安全存量是够的 大家很担心的快篩之乱 在短期内都不会发生 尽管数量充足 但民众难免担忧 因为南部地区高雄台南屏东的确诊数 都创下新高 台南各式首度突破百人 反被成长来到170周历 光是27号这三区就累计493人确诊 数量惊人 出门在外只能随时做好自身防护 减缓病毒扩散速度 记得南部综合报道